好 各位同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CHAO SIN TALK 今天 忘记了很厉害 原来今天是年二十七 大家应该都很忙 今天应该在铁巴文出去吃饭 但是很多同事都订阅了 很感谢你们继续收看 刚才播的片子就是疑科盛事 今年十二月 疑科盛事 当然这几天就报名在这里讲 另外一件盛事 刚才美斯在日本就说话了 他真的说自己受了伤 很希望将来有机会来香港再踢球 其实我用了这个时候就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拿了不同的片段教我的学生 原来身体语言可以说很多很多东西 就算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招呼都不打 其实都表示了很多东西 我相信十二月那个城市 是另外一番景致 应该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和去参与 今天就很开心 除了刚才的城市 关于Investors disease 今天这个talk 也是Investors disease 我们请了Georgia 以前她帮我们讲过书 今天又上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待会等麦关 麦关应该是Georgia的师傅 不如让麦介绍Georgia 现在不如将时间交给一麦 好吗 多谢陈医生 也代表香港旅游局 多谢Charles Seen Talk 这个平台 帮我们宣传 我们年尾这个城市 绝对是真材实了一个城市 在过往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里面 我们学会什么叫尊重 在过往的周末 我们也在工作间谈论什么叫尊重 如果彼此的同事 团队之间的合作缺乏一个尊重 彼此的合作其实已经绝无意义了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整个儿科传染病团队 大家充满着尊重和团队的合作 才可以这麽成功 刚才拍了一段片 绝对是不简单的 大家亦都是用心用力去拍这段短片 大家亦都见到 我们儿科的前线 在之前的COVID 为香港市民做了这麽多的事情 绝对这些是不简单的 大家互相尊重 去做到这麽多的事情 亦都今天多谢Georgia 来到和我们讲这堂书 希望大家可以留到最后 最后我会有一个宣布给大家 Georgia 当然是我合作的伙伴 我们合作的母艦 我很高兴今天邀请到她来 帮我们讲这堂书 关于我们使用抗生素 Georgia 请你 Georgia 我们是有病毒的团队 今天都多谢光医生邀请我 和陈医生邀请我 都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过往一段时间里面 所学习到的 或者是一些体会到的 一些心得 都和大家去分享 好 我的题目就是 Judicious Use of Antimicrobials in Children 然后是Myths and Gists 首先讲一下Myths Myths就是一些 可能在坊间流传的 一些想法 或者是都市传说 有时就和Facts 都未必是一样的 大家都明白 有一套我曾经很喜欢看的 电视节目叫做Myths Busters 这两个男人 他们是一个很高学历的 一些Scientists 他们就用不同的方法 去证明这些都市传说 如果大家喜欢Science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很有趣的 是很Scientific的方法 当然讲完Myths 就讲Gist Gist Gist 就是讲一些重点 一些Mainpoint 以及一些Essence 一些精华 其实我初头构思的时候 都打算讲多些Myths 不过后来就发觉 不是 Gist 才更重要 所以可能我先讲一些重点 去到后面的部分 才可能将某些的Myths 和大家讨论 或者讨论 那样 这幅图就讲了 其实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题目 来的 WHO在他们的Agenda里面 他们都讲了 是一个很当务之急 需要处理一个 Global Public Health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话题里面 我都会将Antimicrobial 和Antimicrobial 互相交易 使用 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其实Antimicrobial 当然包括 Antimicrobial Antiviral 甚至是Antifungal Antiparasitic 的种类 但当然里面最多用的 我们接触到的 都是Antimicrobial 大家就明白我 我讲的 可能这两个 我互用的时候 其实讲的 都是同一个概念 要讲这个 Antimicrobial 的用 其实就不可以 不提 就是Antimicrobial 抗生素 这个是一条 的timeline 大家见到 左边 就是 先说 右边 右边 就是 在几年 发现到 什么 的抗生素 你看到 其实中间 他们的双隔 都是可能 五至十年 的时间 就出一只 这样出来 但是 在左边 就是一些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的 genes 或者种类 是发现到的 大家见到 开头 可能几十年 就 不是太经常 看到的 但是 去到最近 可能那三四十年 就很密 可能一两年 就有一只 又有一只 新的东西 出来 而且 就越来越 好像 追紧 我们 找到的 抗生素的种类 那样 跟着这幅图 其实都是 说 同样的 一个 概念 中间 有一些 颜色线 大家见到 其实 颜色线 如果 越斜 例如 开头 Penicillin 你看到 1943年发现 去到 1965年 才发觉到 有Penicillin resistance 的 Pneumococcus 相隔 是二十年 所以 很斜 但是 随着时间 你见到 向下 你就见到 那些细菌越来越 平 好像 好像 很短时间 我们 发展到 什么 那些 细菌又 发展到 他们的 Defense Mechanism 出来 道高一尺 摩高一掌 都讲一讲 antibiotic 的resistance 是怎样 出来 整体来说 都是一个 很大自然 发生的 事情 大家见到 左边的图 里面 就有些 蓝色 和有些 红色的 Bacteria 假设在一个 colony 里面 红色的 就是它 发展了 resistant gene 中间一些 population 其实 这是一个 Random process 大家都知道 Mutation 是 不断地发生 好像我们 身体 里面 不断地有 不断地有 mutation Tumor 腊 身体又 取消了 这是一个 不可以改变的 东西 但是 只是 单单有这个条件 未会出一些 resistance 必须 有另一个 条件 就是我右边 第二个 细点 就是Existence of the Antibiotic in the environment 當有 Antibiotic 的時候 它就會將左邊藍色的殺掉 接著就只剩下一些紅色 紅色在它沒有什麼阻力的狀態之下 它就可以獨大 它就會發展了 由一個小的群體變成一個大的群體 可能會繼續下去 另外亦有一個現象就是MDR 有時在我們用一種的抗生素裏 那種的細胞可以產生多於一種的 Antibiotic 抗生素 因爲它們的群體的變化 可能是一個很相近的生物物裏 它們一起轉換或者發展了出來 所以就會出現了在那些叫Transboson 和Plasmic的一些生物物裏 另外一樣更恐怖的東西 就是這些這樣的生物物 是可以傳播開去的 可能是不同的Strain的Bacteria之間 它可以交換的 所以就有某些抗生素裏 或者是模式 是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影響甚大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面對這個 Antibiotic抗生素的問題 是因爲 有時候很快的 有時真的是 但卻是很慢 很慢 我用這個詞 我就用下一張來講這個概念 因為剛才講過 如何才能失去所謂的抗原性抗原性 就是當一個地方 我們稱為 個狀態 可以是一個人身體 當你不用某一種抗原石頭 你就要等一些原性合成的藥物 保障你入面的環境 然后他们自己打自己 再达至一个平衡 就像那些 drug-subceptible那些 species 他在那个地方做回大佬 拿回那个主动权 才会失去 一个很大影响的antibiotic resistance 但这个过程是久的 因为必须要 你的antibiotic已经没有影响在那个地方 但是假如 你的人是不断 经常都用antibiotic浸住的话 那些subceptible的 population是回不了你 基本上 这个就是一个 individual level 去到一个environmental level 我今天不会讲的 但是因为antibiotic 当人和动物之间又会传播 再加上就是在农业的里面 我们发觉原来很多的人都会用antibiotic 去到令到一些 就是吹谷一些生长 可能是一些加速之类的 所以就在环境那里 就造成了antibiotic pollution 所以就令到这个问题继续 这样去 那我今天都focus说一些的 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 hinder 这个antibiotic resistance 我用hinder就是 其实我们是阻止不了它发生的 不过希望可以减慢 那我就focus在上面的几点 第一就是make一个好的diagnosis 第二就是减少一些不需要 不必要的使用 另外就用就要用得其所 就是用得好 另外就是narrow spectrum 这个大家都相信都明白 也都不要去到防止一个太长 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使用 那当然也是一个大一点的scope 就是society level 其实都还有其他东西是需要做的 但是这个就不是我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就focus在上面这边先 大家有兴趣就迟一点 那个video在youtube那里 大家看我的slide可以参考一下都可以 那我就首先讲diagnosis的部分先 那这张图是我记得 我应该是medical student的时候 come across过 那我都用了多少时间去找回这幅图 那就是帕拉图 就是一个哲学家 他提出的 就是他用这个这样的比喻 去到讲一些的概念 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再慢慢看 但是其实那个 讲一个精髓呢 就是假设 我拿个pointer纸先 这里你见到有两个人 拍着场坐 其实他们是一些所谓叫囚犯来的 那他的手脚都绑着了 那样 那他假设他没见过 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就是不知道山洞外是怎样的 那他对世界的认知呢 就是场上那些的影 那我们现在就会知道 就是他里面有火啦 那些光就经过 就是照到那些 这几个人 拿着那些的 几件 好像神器那样的东西 就反映了那个 image在墙那里 但是对于这些的囚犯来说呢 这些的image就是 他们的 reality 其实在diagnostic medicine里面 我都觉得很贴切就是 可能真相就是 可以是山洞外的东西 或者是这些火 和神器那样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见到的 只是这些的影像 所以我有时候 diagnosis都会问自己 这个是不是 我们见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是就是真理呢 是不是只是一个镜像 或者是一个真理的反射呢 或者我们其实 有没有办法 去到 知道那个真理在哪里呢 在关于去到 make一个diagnosis的上面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想我们只可以 尽可能贴近那个真相 如果在我当 infectious disease 那才算 有时候那个真相 是 怎样才知道的真相呢 就是你autopsi 或者你真的拿到一件东西的biopsi 那你真的在microscope下面 directly用肉眼看 那可能就真的 发生什么事 是tumor 还是pneumonia 怎么样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不能够这么做的 我们diagnosis pneumonia 不会拿过 不会拿过 pneumonia 我们只能够用一些的 evidence combine 去到做一些论证 或者是思考 去到get到 那个诊断 其中说几个大的点 就是关于 譬如 specimen collection 究竟我们 collect那个specimen 是否一个 direct的specimen 就是刚才说的 比如宝石 或者是 你有个 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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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 distant 的specimen 例如 我们有个 Loward respiratory track 的infection 那我们就拿个 Upper respiratory track 的specimen 其实 它反应到多少呢 这个又要想一想 另外就是一些 serogate marker 可以是一些 比如 抽血 爆 cam 的marker 等等 另外 microbiological test 都有一些 不同的方法 去做的 这个 我之后 这段会再讲多一点 另外 interpretation 都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见到一些 的evidence 比如说 在某个地方 我们见到 有些迹象 那里出现了 某种病毒 或者某种细菌 究竟它 真是 cause 那个infection 我们在想的病毒 是对不对应的呢 还是它只是一个 colonization 就是在某种病毒 在某种病毒 在那里住的 很平常 对不对 还是在一个 contamination 就是在拿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能 hike了一些 根本完全 不关系的东西呢 这些都是 需要想的问题 关于 specimen collection 我想提出一个 point 都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拿 specimen 那个地方 我们都要知道 它是不是一个 stirout site stirout site 就是说 一个完全 在身体里面 enclosed了的 的compartment 是跟外界 没有接触的 例如 我们的 csf 例如 blood joint fluid 等等 但是 在 non-stirout site 例如 respiratory track 例如 GI track 这个直接 也都影响了 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 究竟那个是 infection 或colonization 或contamination 另外就 拿的 specimen 的数目 大家都知道 有某些 的 疾病 其实 要 diagnose 到 或者根据 diagnostic criteria 是要 多过一个 的sample 我这些不详细说 让大家可以再参考 另外 我们怎样 拿那个 specimen 拿得对不对 我经验 就有时 我们 做 medical 同事 我们很多时 就 order了某个 Tesla 但是 有时 护士的同事 他们 拿那些 specimen 他们未必 很了解 那个情况 的时候 有时 会拿错 的 就是 bacterial swap 又 用了 可能 viral 的 器材 去拿 或者 反转 有时 吊乱了的时候 是 够不到 想要的 东西 例如 右手边 那两个 中间 就是 bacterial swap 很 平常 右边 就是 viral transport medium 有一支 粉红水 大家 做 COVID testing 做PCR 的时候 都见过 其实 那支 粉红水 里面 它是有一些 很强烈的 antibiotic 去抑制了 你拿个 specimen 里面的 bacteria 因为那些 bacteria 同样 它是可以 inhibit 了 那些 virus 的 如果你 拿得 不对 你用了 其他 sop去 拿 你去到 lab 那里 你想找的 virus 就会 没有了 整个 试 就变成了 无意识 另外就是 timing 究竟是 我们是 被antibiotic 之前 拿的 specimen 还是之后 另外就是 一些timing 究竟我们 拿完之后 多久才去到 lab 那里 那里 不要介意 因为我今天 这些 slide 要说的 越做就 越多想说 但是 限于时间 我就 有些可能 就不说太多 那 microbiological test 里面 就 microscopy 就真的 在microscope 我们 directly 见得到的 antigen 就是一些 viral 或者 bacteria 的一些 component 我们可以用一些 reaction 去identify 它 antibody 很想说 antibody 其实 就是一个 reflection of the truth 因为 其实它 是一个 immune response 就是我们 身体 里面的 一个反应 例如 Igm Ig 等等 而 在 laboji test 里面 他们很容易 cross 即是说 specificity 就会 有时 会出些问题 甚至乎 它反映出来的 就可能 未必 说得很准 给我们听 那个timing 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 这里 interpretation 都要小心 Nucleic Nucleic exit testing 就是大家 现在 用很多的PCR 它是一个 很敏感的 但是 同时 有机会 太敏感的 而不够 specific 例如 很容易 会 catch到一些 colonization 或者 contamination 等等 另外 Culture 我隔开了一格 就是因为Culture 有它有很独特的价值 就是它可以 证明一个 viability 就是说它真是生 勾勾勾的 它有一个 replication potential 尤其是当我们 拿了一个 在stirout site 的地方 我们种到东西 就是你在CSF 如果我们种到东西 就一定是 significant 除非是 contamination 今天没得好说 但按stirout site 大家就真的要 很小心了 其实 Microbiology Lab 其实都帮我们 做了一些功夫的 就是 它不会 report 所有 它种到的东西 给你 看的 或者听的 或者甚至乎 它用一些 特别的方法 去抑制一些 我们不需要 见得到的东西 例如 在 例如 一个stool culture 大家知道 stool有很多 就是 bacteria 但 它们来说 它们只需要 知道一些 pathologic 例如 salmonella shajala Campylobacter 等等 所以 其实 在 Lab 里面 它用一些 特别的 Aga 去抑制一些 不需要 见得到的 我们叫 Noise 的东西 那就只是 看看有没有 我们想找的 或者在 reporting 它都不会 report一些 特别的 commensal 那类的 另外 interpretation 另外一部分 就是 究竟 我们找到 那个 microorganism 之余 我们 见不见到 一个 inflammation 或者 immune response 例如 UTI 这样才算 除了 report的 growth之外 其实 大家有时 可能会忽略了 那个 microscope 的 result 假设 一个没有 information 的 情况下 你找到 Bacteria 最多可能 只能 classify as 一个 asymptomatic Bacteria urea 因为 urineal tract 都不是 一个 完全 stero 的 地方 当然 都有一些 diagnostic criteria 去到 阶段 我们 另外 就是一个 clinical correlation 就好像 大家做 study 都有读过 就是 那个叫 biological plausibility 究竟 你找到 那种 与 你现在 面对 患者的 症状 是否 合格的呢 我就 拿 C. Diff Clostridium Difficil 作为 一个 例子 在 Pediatrics 里面 偶然 都会 见到 我不 说 immunicompromised 的小朋友 纯粹 说 immunicompetent 的小朋友 有时 真的会 identify 到 因为 这种 菌 的确 是在 我们的 肠道 出现 是会 出现 但是 它 不 构成 太多的 问题 很多 所以 有 怀疑 大家都 可以 refer 回 一些 其实 很多 的 或者 很多 大的 organization 都有些 很清晰的 或者 帮助我们 去诊断 得 准确的 一些 guide line flow chart 或者 algorithm 我 我 说 一点 左边 就是 UTI 右边 就是 C.Diff 这个卡通 就 告诉大家 那只 microbacteria micro organism 在那个地方 它 未必 构成任何 的问题 不过 它可能 有朝一日 会构成 一点问题 都不一定 好 接着 说完 diagnosis 就 说一些 在 antibiotic 的 prescription 里面 的 要点 我认识 我们的 clinician 我们的强项 就是 做一些 叫做 clinical diagnosis 或者 clinical suspection 然后就 去到 开始一些 叫做 appropriate 或者是 empirical 的 treatment 所谓 empirical 的意思 就是说 我未知得 所有的 不过以我的经验 或者做一个最好的评估 而去到 在 那些试试都还需要时间做的时候 我们先帮助患者 所以 通常 start 我们都 建议 start with 一个 broad 的 spectrum 大家都 不要 broad 这个词 去到 就说 我打到 最 最 阔 就一定 没有死了 这个 当然 跟 antibiotic resistance 那样 有 有 有 冲突 所以 应该 这么说 start with 一个 reasonably broad 的 spectrum 就是说 在 那个 病毒 我相信 绝大部分 的он 情况 都可以 可以 用 antibiotic 处理 都 好多 undefeel 特别 是 一些 local 的 一个 大家 应该 都知道 就是 一些 好的 好的 既 international 就是 引所 在 不同 当 的时候 方法 会 做 例如 某些 drops controversial 有多少%對某些藥物是接受的 或者是抗抗的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參考 究竟那個癌症似是一個 公民地獲取還是醫院獲取 這也跟抗抗的模式很有關 另外就是主因 患者本身的抗抗或抗抗 都考慮絕對不同 我覺得第一步我們通常都做得不錯 尤其是我認為是醫院 大家都不會經常 太過廣角的 反而有時候我們未必做得最好的 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Rationalize Rationalize就是在跟著 開始有些結果回來了 我們再想一次 這個Therapy是否最好 還是我們可以改一改 當然我今天想推廣的就是想 盡量 narrow down 因為這樣才可以減少 那個antimicrobial resistance的進展 也都在某些時候 當不需要的就停 即是停 例如你找到一個很夹的 只是influencer for example 那你當然就不需要antibiotic 或者 反過來 如果個patient 不好 可能個clinical response不好 他還差了 那需要不需要再推上一些 再broad一些 這個都是一個考慮 那timing 剛才說過一些high risk的patient 我們就應該要盡快去到start 例如一些neutropenic fever 都有一些guide 或者recommendation 就是那個door to needle time 就是要盡量縮短 那另外呢 如果是一些不是太high risk的condition 或者不是太life threatening的情況 有時候可能真的值得等一等 因為問題就是 我很快已經去到做了 即很快tweet了的時候 我就拿不回某些的 evidence 但當然這個不容易去到做的 因為都limit by很多的考慮 或者logistic的情況 我例如舉個例子 就是osteomyelitis 這樣才算 有時候發燒或者是種到些東西 那我們就很快就start anti-biotic了 但是有時候 我剛才說的direct specimen 有一些的osteomyelitis 可能真的要 我們找orphopaedic surgeon 去到drain了 才知道是一個什麼的organism 但可能我們已經打到差不多 再drain 那已經steral了 已經我們都未必找得回那個microorganism 那我們就有個難度在這裡 我打多久呢 我給哪隻才是最好呢 即我narrow又怕narrow太多 broad又怕broad太多 這個是不容易做的 不過我想是個concept 我們想帶給大家 那再要想 怎樣prescribe anti-biotic 其實很多factor 在我自己準備這個talk的時候 然後有些subtopic 我再看下去就發覺太深了 頂不住 那其實呢 microbiology 和pharmicology的同事 其實都幫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些已經不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不會說得太多 這個就講一個drug 進入到身體裡面一些determinant 即是怎樣決定它有沒有用的 或者決定它的level多少的一些factor 我就不細緻講了 那今天想point out的 是以下這些的裂點 那首先講monotherapy 和combination therapy 當我們empirical treatment開始了之後 那開始我們有多些result 我們有些渣辣了 那其實最好呢 就是我們用一個相對簡單的藥 就是monotherapy 譬如說我一隻藥可以處理到整個問題 那就是最好的 有時 也會減少drug interaction的機會 減少藥物的錯誤 減少side effect 甚至乎 那的確有某些的情況 是需要用多過一隻藥去處理的 例如有些的disease 是需要用到一些synergistic的combination 例如infective phendogarditis 又或者是一些很high potential of resistance的情況 特別是一些很癢的patients 例如exceptic shock 或者是menigitis 這樣的patients 但我們未知的時候 就可能我們真的要用一個combination的treatment 去到蓋住它 以防有一些resistance的情況出現 而是我們未知的 即是我們還在等著那個result 另外當然就是polymicrobial的disease 例如abcess 例如intraabdominal infection等等 或者有一些microorganism 是很容易發展一些resistance的 我們就必須要用多過一種的藥去處理 例如tb和hiv 另外一個concept 就是當我們選擇antibiotic的時候 其實有時都要想起 那個penetration to target site 因爲其實每一種的藥 它們都有很獨特的biochemical properties 究竟它們是lipophilic還是hydrophilic 它們在哪個身體的compartment 是concentration是最好的 或者它是不是protein bound 這些等等的factor 也都要consider 就是一個在lap裡面 種到那種菌的in vitro和in vitro的difference 例如我當了 譬如說有一個小朋友 可能他有個pseudomonas pneumonia 這樣才算 那他做到一個sensitivity testing出來 發覺egentomycin是sensitive的 那我們會不會就這樣打egentomycin就搞定呢 但原來發覺egentomycin在那個lunk那裡 lunk tissue的concentration是非常之少的 其實根本是沒有用 反而有些 之前我訓練過 有些sistic fibrosis的小朋友 他們會很輕用一種的therapy 就是nebulized gentomycin 去處理這些pseudomonas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一種sensitive 就很開心 或者neurosepectrum就很開心 那就用了 那是要considered 那個penetration to target site的 另外當然 有時候 這個therapyutic的monitoring 都幫到我們 比如 Fancomycin 這樣才算 在不同的疾病裡面 他都有一個target的level 是要achieve的 否則其實你給了可能 到你都不是在治療病 好 這個是一個rough的reference 當然都包不完的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在lunk那裡其實有幾種藥 是不太有用的 daptomycin imnoglacocyt 不過Fancomycin 其實在lunk tissue 都是一般的 好 另外一個concept 是重要的 就是source control source control 即是說 infective focus 我們在說 有時候 不只是 啊 給了一些biotic 就搞定 當你可能知道 有什麼菌 但是有個很大的collection 在somewhere 如果你不drain了去 其實呢 其實是幫不了 可能都未必可以很effective 幫得了 件事 因為 有這麼說 就是一個collection 或者一個abcess 是一個很特別的compartment 有時候 藥都去不了 那些地方 所以呢 你不drain 其實都是沒有用 source control 的用處 就是eliminate了一個source 就是用一些可能是surgical的方法 那也都 令到它不會有on going的contamination 就是影響旁邊的器官 其中一個也都是公用 就是希望restore 本身那個organ的anatomy 和function 通常都是remove了一些infector 或者necrotic tissue drain 那些abcess collection 等等 有時候需要repeateddrainage 或者是擺條drain 在這裡 continuous 這樣drain 都不定的 另外都remove一些 relieve一些obstruction 因爲大家都知道 obstruction 是會令到容易會出一些infection 出來的 例如一些urinary tract的obstruction 等等 另外一個很難搞的 就是一些foreign material 包括一些indwelling catheter 一些prosthesis 這些都是一些很難搞的focus of infection 因爲那些bacteria 會黏在那裏形成一些包film 形成一個他們自己好好保護自己的一個位置 你又搞不到他 亦都需要一些multidisciplinary的intervention 可能要找一些surgical colleague幫忙 radiology等等 好 那這裏是一些summary 我加快一點速度 另外route of administration 都是重要的 那當然一些比較嚴重的disease 或者一些deep sitter的infection 我們一開頭絕大多數都會 是用IV去處理的 或者是一些patient 他oral搞不定 oral吃不到 而另外 但是其實是不是IV一定好過oral呢 就未必是的 因爲剛才講過 很depends on那個藥的penetration 還有等下會講一個bioavailability的concept 通常在一些很多disease裏面 當那個infection是under control 那個patient有clinical improvement 也都那個patient是吃得到 甚至乎有一個oral的choice 是可以achieve到一個很好的concentration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switch to oral的 當然有些exception 比如menegitis bacterimia那些 就沒有一個oral的switch 因爲很擔心 oral是去不到一個足夠的concentration 另外也有一些routes 是一些local的routes 下面那些我不詳細說了 那你剛才說過 就是bioavailability 其實都很多的factor去到 去到主宰著這件事 包括patient的age 包括GI tract的情況 譬如是否short gut 或者是neurin 和大人的gastric pH 有些不同 很多很深厚的東西 其中的drug 其實用oral antibiotic 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可以減少一些canula related的complication 亦都可以減少一些cause 或者hospital cause 但當然在小孩子裏面 compliance都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可能小的就未必會吞藥丸 但有時的suspension 又未必吃得下 有些好吃些 有些難吃些 那這裏都會出現一些compliance的problem 那最近我也知道 有一個在UK 一個的醫院 有一個program 就是去到教小朋友吃藥丸 就去到好像四五歲 都可以教到他們吃的 但這件事我想是我們 相對少些會address的東西 剛才那是一個podcast來的 就是你這樣聽就可以了 這裏是一些圖畫的material 上次有一個talk 是在children hospital 有個expert 來了香港的時候 他講過 都覺得幾有趣的 這個大家可以看多些 另外就是一個叫palletability 就是小朋友吃藥水 究竟容易吃 這個以往在我的practice裡面 我都真的沒有太多留意 就是開藥水就開藥水 但當我去澳洲訓練的時候 那裏的團隊 或者文化都會描述這件事 成為他們選擇antibiotic的選擇之一 其實在文化裡面 都有一些questionnaire base 去到訪問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adolescent 大學生 去到大家rank一些antibiotic的 好吃和不好吃的程度 就是易食或者難食 那右邊的list 其實當然就是那個地方的antibiotic的ranking 其實在香港可能是不同的 因為藥廠又不同 所以就 不過我們香港暫時就沒有這個study 據我所知 那我自己就膽粗粗 就試過拿過某些我拿到的藥 去到試了一些的味 即是自己做些試味 我播一點點好嗎 是 KD 各位小朋友和食人 不會很麻煩的事 是 待會Ellergy 搞不定 試過那隻plexic 就回家的時候 那陣子 那我就希望 拍個影片 因為大家 看到有時候表情的東西 沒得騙的 即是我吃完的樣子 即是 我就這樣告訴你 很好吃 但你看到我皺小眉頭 那你就知道我講謊了 那所以 這隻是Acylomycin來的 那樣子是少少過頭眉感 我想 我給大家看我吃完 那之後講話的那些 我就 skip了 是 看到我皺小眉頭 即是不是超好吃的 不過又不是很難吃 是 我那天 這隻Acylomycin 我之前那天吃了 Claxin 即Clariflomycin 是難吃很多的 是皺小眉頭 是皺小眉頭 是一個head to head comparison of antibiotic duration 的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 三五七日 十四日 那些 那些 有時候是一些 大家的 即是 我這樣說很衰 即是 是 insecurity 大家覺得 比久一點 應該那個patients 就 即是 沒有死一點 即是 穩陣一點 那樣子 但其實的確 有些疾病是不需要比太長的 是的 那 當然大家都要小心 即是不同的疾病 大家都要看回相關的 的study 究竟那個patient group particulars 是不是 可以apply 到你的patient那裏 那這份 那這份 是一份我很喜歡的paper 來的 在Lancet裏面 是一個Australian 和New Zealand group 看了很多的paper 去到 做出一個叫 summary 就是一些iv to oral switch 和antibiotic duration 的paper 當中都有一些 我和關醫生 共同的 去訓練的師傅 Nigel Curtis Philip Britton David Isaacs Panelope 是RCH的 我們的朋友 是的 謝謝 關醫生 有一些簡易版 有些顏色 大家都可以參考 是的 那麼 去到最後 就是access response to treatment 是一個 我們每天都做的事情 不過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combine 這些所有的事情 而去到 真是 make一個叫做 intelligent 或者educated guest 這個 我覺得 一生後襲 這件事 common misuse 通常是延長的 使用 without clear evidence of infection 有時是找不到的 或者是 不是很清楚 這樣 或者是 只是treat了 那個culture 的result 就沒有 就其實沒有 病毒的colonization 而已 就treat了 或者就沒有 剛才說沒有 Narrow antibiotic therapy 忘記了 或者 就用某些 的Asian 狂用 就drive了 某類的resistance Mips 那些我都是說 少少 第一個 Antibiotic won't cause resistance if taken correctly 就不對 一開始說過 是一個evolution 的過程 它一定會出現 只要你用 Antibiotic 其實就會出現 不過我們 怎樣減少一些 IV好過oral 那當然也不是 Broadder Beta 都不是 Response implies diagnosis 這個都要小心 有時就是 就是那個cause and effect 那個問題 就是 例如 一個viral infection 其實你給不給藥 它都好 不過你給了 覺得好像給了好一點 我就繼續給給一個cause 那是不是一定 是這樣的 最適合呢 這個交分給大家 去想 下面兩個 我講多一點 都賣味 我們一向的想法就是 Bacteriocidal agent 是比Bacteriostatic 好過Bacteriostatic 就是最近一些的 看一些的研究 就發覺其實 就不是 原來不是有一個 很clear cut的relationship 當然以前的understanding 就是Bacteriocidal 的Asian 就add on 一些cell wall cell membrane 和DNA 而Bacteriostatic 就多數是 add on一些protein synthesis 而沒有殺到那個 Bacteria 但原來在一些 Multi 即是systemic review 的裏面 就發覺其實 一些 都是一些 head to head comparison Bacteriocidal agent 和Static agent 就發覺原來 那個 outcome 是大部分 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然後有六個 就Bacteriostatic agent 好似Superior DT 當然我不會 去詳細 大致上都是 不大分別的 而我們看回一些 在laboratory 裏面的definition of Bacteriocidal 和Bacteriostatic 原來不是一個 異元對立的 一個分法 原來只不過是 depends on concentration 即是說 一個Bacteriostatic agent 如果他去到 一個足夠高的 濃度 其實他可以 Bacteriocidal 當然 那個濃度 又是否我們人類 能夠頂得上 這個 就真的要 再看 不同的藥 有些不同 好 最後講 Antibiotic Treat Flu 當然這些漫畫 都是 推廣一個 不要用Antibiotic 的確 在我們的 practice 很多時候 Definition 都會出現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這個原理 都是因為 當一個 Virus 影響我們 的時候 它不止 令到我們 有某個 疾病 它其實還削弱了 我們身體的 一些 抑制的 方法 包括影響我們 那個 Epithelial lining 影響我們 在那個 local 一些 抑制的 其他 無論是 Virus 或者 Bacteria 的 疾病 或者 形成 Co-infection 或者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在香港 之前 一些 Invasive Numococcal disease 的 Data 裡面 發覺很多 很差的疾病 通常都有 Virus 是一個 Co-infection 這個 很特別 所以 是否 一刀切 說 Antibiotic一定沒有用 就不是 不過 我們 要注意 什麼時候 才會出 一些Antibiotic 減少 一些 Secondary Infection 另外 其實 某些 一些Antiviral 都可以減少 一些 疾病 除了Antiviral 亦都想說 其實 Vaccination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方法 去 避免 或者減少 一些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好 我就 分享 差不多了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 想說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一定會 Occure Whenever 我們 用任何的Antimicrobial 我們只能夠減少它 我們要盡快 Identify 那個Infection 的Focus 拿一個 好 Good Quality 的Specimen 以及做 適當的Test 再想多次 Infection 還是 Colonization 還是 Contamination 減少不必要的使用 要用的 要用得其所 用得好 可以幫到病人 但是 又不使用太多的抵抗 另外 Antimicrobial 單一的 去處理 Infection 的唯一的 一個方法 希望 我們的 世界 可以 令到 我們下一代 更加 好 我多謝 Josha 剛才的講話 非常繁衡 關於我們怎樣小心 去用這個抗生數 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剛才我說過 我有些事情要宣佈 我收到很多訊息 說 恭喜我 其實 我說的消息 不是關於我 不用恭喜 其實消息是關於Josha 但我也很感謝那位朋友 這麼關心我 我還是在這個機構工作 不用擔心 Josha 我想出現下一張照片 消息告訴大家 我們要分享Josha Josha Josha 會有她新的路程 她會離開我們的機構 你去移民 我都說給大家聽 你會見到 這裏是我們之前一些很開心的時刻 我都展示了一些 我們同事給Josha一些訊息 我的訊息就是祝Josha 你一帆封信 願你事事如意 我和Anna 另外有Ivan Janet Phoebe Sophie Brian Alice All the best 我希望你往後的生活如意 我們可以接著回答 接下來的問題 我先說幾句 多謝一直以來 我成長的一些老師 或者是很多的朋友 我認為大家是朋友 一起去到奮鬥工作 或者是一起在很多的關口裡 一起過 一定是會有不捨得的 但有個年輕人都跟我說過 現在我們的概念是地球村 大家都 有科技 大家不是真的那麼遠 大家都 對我的祝福 或者對我的提攜 或者任何的 在我心裏 成為 我想大家的出現 都成為了我做人 或者成長的一個養分 令我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我們希望在往後的日子 都繼續成為一個再好一點的人 和大家在不同的崗位裡面去貢獻 多謝大家 我也很祝福的 我最佩服的新一代年輕人 其實是可以跳出自己的舒適 所以是可以跳出自己的舒適 留在一個地方很久 就有些抗爭 好像這些細菇 其實試一下新的地方 是好的 不如我們開始回答一些題目 好 第一題是 這個問題挺好的 Jimmy 對於安排抗疫苗的醫院 抗疫苗的醫院 在我們儀科醫院 我想說 Pediatric Public Hospital 我想是全部的 有儀科醫院 對於我們HA 有沒有能夠利益 設立這些系統 多謝Jimmy的問題 其實有用一定有用 不過當然在設定製作的裏面 我想有很多資料和溝通是要做的 其實大人在醫療學院 其實一直都在做的 現在其實在其他院我不肯定 不過我想在PMH 其實H&A也是在做的 大規模地都想再推這件事 再推更多 當然是在第一段階段 現在好像第一段階段是Mero Panem 其實在所謂的Antibiotic Stewardship Program 其實重點是怎樣做 用什麼方法做 因為有些地方 我之前訓練的地方都知道 有些地方很僅僅 很嚴謹地 因為有些Mero Panem 你完全開不了 但是那邊也有個師傅 他也說了另一面 就是你又有時候很難去到太限制的 因為例如一個患者 真是很重要的時候 你又很難阻礙別人去開 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 我那時候去Sydney的 Children's Hospital at Westmead 他們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一些很 broad spectrum的迫根 他們就給你開的 不過你只准用48個小時 48個小時後呢 要麼你就停 要麼你就一定要檢查 就是Microbiologist 或者是ID的醫療師 去到endorse你的用處 所以我覺得 Beneficial一定是好的 不過真的需要很多的 我想需要不同部門的 合作溝通 然後才可以走 如果不是會出來的效果 可能就會有些反效果 如果你問我 我意見其實是絕對需要的 甚至我其實2004年 我去Sydney 已經看到人在用 現在你見2024年 我們都還沒有在香港 你一個說 要apply to全部的醫院 有疑科部門的 其實既然需要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apply to全部的醫院 我們每一間醫院都有疑科部門 但是我始終覺得 不應該因為你的資源 而限制了這些 這麼有用的計劃 正如剛才Georgia這樣說 抗生素的使用在小朋友 是這麼重要 我會覺得 大家應該努力一點 去爭取這一方面 應用到在小朋友方面 我們希望小朋友可以受惠 不要因為這件事而祭奏 如果你說每間醫院的數目 是小的 大家可否團結一起 成立一個部門 去看了這麼多個醫院 這些是否一個可以考慮呢 我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第二條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自然的 即是有自然的系統 是關於一些抗生素的 抗生素的 抗生素的抗生素 關於抗生素方面 我想 Gymie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 抗生素方面的同事 我想他問這個問題 最主要針對 就是我們發覺很多的病人 其實都在CMS的 那個Alert那裏 就類似了一個可能是 Penicillin allergy 這樣的類似 其實不是一個 即是那個標籤是 基於一些很簡單的 其實就是在任何的 討論 家長說他 潘尼西蘭敏感 或者做過Skin Test 怎樣說敏感 或者有人說過他敏感 那就當成了 就是叫做少少有殺錯 沒有放過 但是 的確是一些的研究裏面 發覺 這類這樣的 Ellergy 當中 真是一個 genuine 即是真的Ellergy 可能只有十幾二十百分 但當然 Delabel也很難 所以你說 一個 我不太肯定 所謂Ellergy Stewardship 系統是怎樣 不過 的確就是 如果 對患者 即是 那一刻他進來 我要治療他 但他有Penicillin allergy 我們的 empirical treatment 方面 我們可以 提供一些 的 提供 我相信 例如 Impact 或者是 一些不同的 系統 有自己一個 microbiology 出的 指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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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icillin allergy 或者 anaphylaxis 那些 有些什麼 alternative agent 可以做 另外一邊 就是處理的Ellergy 我今天就不回答 這個問題 可能交給相關 有經驗的同事 是 多謝 見到 葦雄 我們學會的 Penicillin Noelle 和 Polly 也有些說話 和 George 你說 另外 我見到 鄭俊輝 醫生 我們 疑科好資深的前輩 這個問題很好 其實對於 很多 坊間的醫生 都很有用 有什麼 很重要的 症癌 顯示 病毒感染 它是 計法性 細菌性 感染 例如 流感之後 我怎麼知道 它有計法性 細菌感染 George 我想我這樣回答 就是 通常一些 Viral infection 我們最常見到的 就是 Respiratory track 的Viral infection 通常一些Viral infection 它的 症癌和 技術 都是比較 不特定 以及 大範圍 很多時候 小朋友 鼻水也有 咳 也有 可能 偶爾吐 有時候 有些同事 都不知道 究竟你是 腸胃炎 還是 只是 傷風感冒 之類 有時候 不是 一個 大範圍 通常 Bacterial infection 就是我的經驗 裡面 它是比較 localized 通常 例如 Pneumonia 或者 Otitis media 我也不敢 在一隻 醫生面前 巴門弄虎 鄭醫生 都是一個很 很資深的 醫護醫生 不過 我覺得 我們跟鄭醫生 有些分別 就是 我們在公營機構做 相對 我們可以 檢測到 病人 的時間 會長些 而 鄭醫生 可能在 醫療上 做 真的 看病人 對他來說 可能 都不是太容易 因為一個 影響者 可能他去到 第三四天 才出 一些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的情況 而 可能 鄭醫生 看他是 頭一兩天的 其實就 真的 不會 或者我們 就算在醫院 我們開頭都不會 遇到 唯有 就是 唯有 警察 可能 有某些 事情 如果你覺得 不行 那就要 再看醫生 例如 通常的 例如 三四天 他慢慢退 誰知道 第五天 會飛上 40度 高 那就怪 或者是 突然間 很喘 或者是 咳得那麼厲害 這些 我相信 就會增加 警察 我們分享 最近 我們病房 有個個案 有個小朋友 進來 是 預症 流感 我們觀察 他 看著 他的溫度 開始慢慢跌 但是 一直看見 病人 有些 不特定的 不舒服 他又 說 右邊 肚子有點痛 右邊 呼吸 有點痛 誰知道 突然間 突然間 燒高 後來 我們又做其他檢查 發現 原來他是一個 入侵性的 肺炎鏈球菌感染 後來 還發現 是三型 顯示 好像 Joshua 所說 還有 我上星期都講過 一課 是關於 其實要教家長 觀察著病徵 如果病徵 反覆 病徵突然間 升高 這是一個 不好的現象 所以 我現在 差不多見到 巡訪 或者門檻 見到病人 我都跟他說 我會把 我們講書的 Youtube 連結我會傳給他 叫他 看看我們那段影片 或者看看 指引 教識他如何 去觀察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去測試一些症患 看看有沒有什麼 warning sign 這些 對於家長來說 其實挺好的提示 這些 我們 希望能夠利益到市民 我們那些 講的書 Polly就說 Pilot AI Antibiotic Stewardship Program 在HA 你對於這個 有什麼看法 我 不好意思 我 不太了解 AI 如何處理 詳細 如何處理 Antibiotic 我猜 你也是說 Maropanum 那件事 那個做法 出來的效果 是怎樣 我就 不是最清楚 不過我可以 之後再回答 當然 這個是一個 就是用到AI 是一個 挺好的方法 因為 相信我們 現在 都 很多時候 都是用電腦去工作 因為以前 就 未有這件事 的時候 就是 可能 一些 microbiologist 他們就打電話 去到 譬如 打電話 跟他們 跟他們 談論 這個 如何處理 而AI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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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刻 就要 研究 一些 專業 專業 我想 在我們 HA 這麼忙 工作 這麼高 的情況 其實是非常好的 因為理論上 AI 就不會 出錯的機會 會少 還有 會 沒那麼容易 忘記 因為 那時我在澳洲 那間醫院 其實都已經 在用 所謂的AI 就是 設定了一些 的 某種的 疫苗 總之 用到差不多 它就會彈出來 會提醒你要 有些行動 我想 在現時 來說 可能 都不少 這個 機制 這個方法 好 那我多謝 Georgia 你也做一次 Octobest 我可不可以問 兩個問題 好 我想 重要的 抗敵 其實現在 譬如說 我們有些同事 都在外面做 或者在私家醫院 或者在自己的辦公室 其實他們 有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了解到 現在的 菌 抗敵 的 傾向 我 想像 一個 mission control 那樣 看到 差不多 在現時 那些 Mibai lab 其實看到 什麼 抗敵的 會不會有 這件事 私家 就真的 可能要問 譬如 他們那個 Microbiology 那個部門 因為我想 如果在H&A Hospital 就應該每個 Mibai 的部門 他們自己都會 每年出一個 所謂 Antibiogram 譬如說 某些 的菌 某些他們覺得重要的菌 的抗敵性 是怎樣 但是 私家 就 不是很肯定 我可不可以 譬如這樣 有沒有一些方法 H&A很完備 可不可以 做一個 summary 各大醫院 這個 譬如 staff 或者 salmonella 這個抗敵性 是怎樣 其實都應該 分享出去 H&A都公佈出來 我看南華早報 整天都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 就是一些 資料可以流通 好過 內容中出的新聞片 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大意義 你不如告訴別人 喂 好像 上次我們說 Microplasma 其實 因為實時的數據 現在我們有幾個百分比 我都知道 我應該選擇哪隻 抗敵性 例如說 最近有個 抗敵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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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收到這些抗敵性疾病 但那些現時的資料 會更加幫助我們 整個香港的醫生 這是一個好的提議 例如有沒有一個網站 可以看到 我想 就算什麼都不做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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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現在變成40% 我自己有個意見 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 除了我們用的 抗敵性疾病 獸醫 也會用 我們那些 農業人 也會用 養魚的農業人 也會用 那裏 有多少 物質抗敵性 如果在一個 全球的角度 其實是有很多 因為這件事 都是幾 不知為何 全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用 其中一隻 就是 Fluoroquinolone 是用很多 最慘 就是 他們 因為他們 不是要殺菌 或者什麼 總之 是用它的 效果 某些 生肅就會 肥 賣重症 賣好的價錢 但很多時候 發覺 他們用的 都是 所謂的 即是 而 Sulphrapeutic 特別是 會 依靠 抵抗 繼續發展 所以 這個是很嚴重 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嚴重 人類 我想 現在我們大灣區發展 我們很多蔬菜 食物都來自大灣區 其實我猜 這些合作 可能 兩間大學 已經在國內 已經有 大學 我們可不可以 想一想 這些 或是 控制 或是 會不會有些 抵抗的程式 都是值得看的 非常之 踴躍 今天這個 討論 超過二百多人 我想今天 那些人應該出去 團連 但我留在這裏 Josha和Mike 這個討論 非常之精彩 阿Mike 可不可以 你左邊 有個紀念品 幫我送給 這是一個 以而為先的紀念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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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